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菲律宾中部地区遭到了强台海燕的肆虐之后 当地居民目前急需民生物资 而台湾的军方星期四继续运送了大约40万吨的物资到菲律宾的灾区 而菲律宾驻台代表处也表示感谢 接下来我们就请VOA卫视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永泰您好 东宁您好 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对菲律宾伸出援手 除了民间的物资之外 台湾的政府是捐出了20万美元 不过相较于之前日本311地震 台湾捐出了340万美元 有一些立法委员就质疑了政府的做法 好像对菲律宾跟日本有一些大小眼的态度 不晓得台湾的官方对这样的批评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呢 永泰 好的 那么台湾的外长林永乐 他日前在立法院的确被立法委员问到了相关的问题 那么林永乐他的答复是说 事实上台湾的军方出动了大约 大约有至少8个价次以上的运输机到菲律宾的灾区去 那么他说这个运输机的燃料费 就估计这个预算要高达了200多万美金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 有大约民间所捐赠的100万吨的物资 这个价值也相当于100多万美金 也就是说燃料费跟物资的费用加总起来的话 也有400多万美金 那么言下之意 也就是说台湾对于这个菲律宾的援助 那么不低于当时给这个日本的这个援助 那么台湾外交部还表示说 在这个援助灾民的这个行动上面呢 除了行动之外还有心意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台湾这次的这个物资 最主要是来自于一些这个宗教团体 那么他们所捐赠的物资非常有效率 在一天之内就募集了100万吨 那包括了像是干粮还有帐篷还有几个毛毯等等 就是现在灾民非常需要的这些东西 那么也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况 那么除了这个政府的市场20万美元之外 那么台湾的红十四汇也捐赠了3万美元 那么相信在接下来后续呢 台湾的各界呢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捐输的行动 当然永泰 我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得台飞之间 在前一阵子才刚关系紧张 就是因为这个5月份 菲律宾的海警射杀台湾渔民的事件 几乎是引爆了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外交危机 那么现在台湾是不计前嫌 还是对菲律宾伸出援手 不晓得台湾一般的民众跟舆论 是怎么看待台湾政府这次的救灾行动的呢 永泰 好的 有关于这个渔民被杀的这个事件呢 的确在当时这个就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 这个消息啊 在台湾可以说是这个争议了大概一个多月 那么台湾政府甚至还祭出了这个经济制裁措施 可以说是最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 那么当时的这个台飞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 尽管现在呢是已经圆满落幕了 那么有关于这个援助菲律宾的这个反应啊 我观察一下台湾的这个网络啊 事实上这个网络上面台湾民众的反应其实也蛮两极的啊 那有民众认为说这个菲律宾的政府啊 非常的贪污苦败啊 那么如果捐了很多钱给他们的话呢 可能会被贪污掉 所以他们还认为说应该是以这个物资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捐赠的项目比较重要啊 另外还有民众认为说 事实上在这个身为菲律宾最近的这个邻居啊 那么台湾的话应该要伸出援手 以这个人道为考量啊 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像是这个渔民被杀事件的这个受害家属啊 也站出来讲话了啊 就是说尽管这个菲律宾的政府很可恶 但是呢他这个人民呢是受害者 所以应该分开来看啊 所以基本上这个受害渔民家属也是赞成这个政府呢 对于菲律宾的这个灾民呢进行援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永泰在台北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那么观众朋友们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关注更多的相关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C-O-M